他文案都是有人替他写的 他背后是有专业团队的 别当真 他不过做做表面功夫而已 嘿 我想给你看看我真实的生活 我们没有专业团队 我们两个人就是超级个体 一般年到现在 446个视频的所有文案都是我自己写的 从镜头到音乐 都是我的心血 小陈是摄影师 是在高原顶着冰雹也能开盘上录的司机 更是会处理合同的半个法务 当你对一种生活 一份工作真心热爱 那任何的表面功夫 都会是对他的伤害 自媒体是个听上去很自由的职业 但自由只是表象 无人约束的生活需要更自律 才是真相 坚持每天写文案 坚持为了好内容而长途跋涉 坚持护肤保持良好的出境状态 隔壁风沙肆虐 高原日照侵袭 都是青春的考验而已 我觉得自媒体的核心 就是一个字字 假承他人很难长久 只有让自己成为核心竞争力 才拥有不被代替的可能性 不必再质疑 能坚持写1346天文案的方琴 不会只做表面功夫而已 多姿与小时间 也许多个人